圣彼得宝边的人 圣彼得宝边的组织 好,现在我们要来编制双向的这个圣彼得宝边 这个圣彼得宝边的装饰珠 有一次我們是用配色珠 那有一次這個是用4米的角珠 同時這一顆的4米的裝飾珠是要共用 那我們現在開始來編制 那起編的地方 我們先加6顆的主色珠 取珠寶編織線350公分左右 然後一端留大概150公分 加6顆 6顆之後 然後加6顆 由下往上回穿第3、4顆 那我們現在要加一顆裝飾珠 再反方向回穿3顆 這是加上面的裝飾珠 那上面的這顆裝飾珠我們一樣是120的 只是我們換了一個顏色 那下面的這個裝飾珠我們要加這個4米的角珠 所以是加了4米角珠之後 由下往上前進這個右側的這兩顆珠子 那接下來要做下一組 所以每一組的聖彼得寶編它其實都是4顆珠子 而且是分左右兩側 所以我們每一次都是加4顆新的12靈小珠 然後由下往上回穿第1、2顆 然後由下往上回穿第1、2顆 兩顆 然後要把它這樣子有距離不行 要把它推到這個位置來 就是它是合在一起的 這樣連續的 好 那我們在上面加一顆 一樣是120的配色珠 這個裝飾珠 上面的裝飾珠 那記得下面的這個裝飾珠 我們是用4米的角珠 記得回轉的時候就要加一顆4米的角珠 記得回轉的時候就要加一顆4米的角珠 再由下往上前進這個右側的這兩顆 這樣子這一顆就會在這個地方 好 那這樣子已經完成了兩組 這樣子是兩組的4米的角珠 那我們總共要做6顆 這樣子1、2、2顆 那我們總共要做6顆 那我們總共要做6顆 就像是個人的一顆 差不多2顆 1,2顆 1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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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顆 1顆 2顆 1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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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sessi就在山上 便宜吃 用鱼 拿到鱼 好 你吃 有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1,2,3,4,5,6 已经加6颗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加这个 每一组的这个圣彼得宝贝中间的这个部分 所以是先加两颗的十二龄日本小猪 然后再8米的珍珠,4米的角株,8米的珍珠 然后再继续做 两颗十二龄 然后8米的珍珠,4米的角株,8米的珍珠 然后上面还是一样要有6颗 6颗 6颗珠子 我们一样加6颗 然后回穿第3,4颗 第3,第4颗 再加装饰珠上面的装饰珠 回穿3颗 那我们在回穿之前要确实这个珠子有推到 再加一颗小珠 再回穿由下往上回穿右侧的这个 那这个部分我们要这个可以先把它放在一边休息 我们要先来做这个这一端的第二侧的一起边 好,才不会扭来扭去的 好,那我们将这个刚才收起来的那一个起边流的那个150公分的线 我们要拿起来来边第二侧 那首先我们先加4颗的6颗 一样加6颗 一样是加6颗 跟刚才那一侧都一样 加6颗 然后回穿 第3,4颗 加一颗上面的装饰珠是配色的 那一样要由上往下回穿3颗 3颗 那本来我们在这个地方刚才在第一侧的时候 我们加的下面的装饰珠是这个4米的角株 那这个4米的角株我们在这里要共用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要回转了 那回转的时候记得这个角株是要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 然后再前进这个左侧的这两颗柱子 本来我们在这边的话 这个下装饰珠是有加新的柱子 那这个第二侧的话 它的下面的装饰珠不要再加新柱 是共用第一侧的 这样子 那就会变成这样 那一样所有编制的做法都一样 都是每一组都是加4颗新的柱 只有在起编是加6颗 那加4颗之后 由下往上 前进第1、2颗 第1、2颗 要把这个4颗柱子一定要推到我们的枝带 不可以这样子有缝隙 一定要推到底 让它是密合的状态 然后再加1颗上面的装饰珠 再回来 回穿3颗 3颗 那现在要转弯回转了 所以要前进这个左侧的这个 四密的角柱 由下往上 再回穿刚才加的那一组 左侧的这两颗柱子 左侧的这两颗柱子 以这样的方式 把这一段 通通做起来 到这里 好 那我们就是依序 共用了4米角柱 一样编到这边 第1组的这个双向的 圣笔得包边 一定要结束 那我们要接这个 八蜜的珍珠之前 记得我们有2颗 加2颗的日本小猪 第一侧的时候 我们是直接 就加2颗日本小猪之后 直接就穿 加那个八蜜的珍珠的部分 但是在第2侧的时候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 先加2颗的日本小猪 然后回穿 由上往下回穿 第1组的 第1侧的2颗 再回穿 现在加的这2颗 这样子的话 我们会让这个项链 这个地方比较密合一点 然后再来前进珍珠 先回穿这2颗 再前进珍珠 角珠 珍珠 好 那穿过珍珠角珠珍珠之后呢 这是我们第一侧边的这个第一组 好 刚才我们停留在这里 那我们在这边的一样 就是起边的时候 第二侧的起边 我们一样开始的时候 是加6颗 加6颗 6颗珠子 6颗珠子 然后 一样的方法 就是 由下往上回穿 第3 4颗 那记得 角珠都是共用的 所以 要回穿 第1侧的 4米角珠 再前进 2颗 好 这样子 就是共用了 好 那我们就是先边一侧 就是 编这样子 就是 一样的编 一组 然后 加 珍珠 角珠 珍珠 好 把它做一个 停止的点 之后 再把第二侧 编起来 一段一段 编 不要全部编完 再来回头编 好 我们就编一组之后 然后 加一组 珍珠 角珠 然后 编 第一侧的 第一组 圣笔的宝边 这样子 线就会固定住 不会跑了 那我们再把第二侧 编起来 然后再继续 一样是编一侧 然后再编第二侧 这样的方式 好 然后把这个 项链的部分 就是 全部都编完 好 再把两侧 组合起来 第一侧 编完了 在编第二侧的时候 这个地方要做组合的动作 那 这里基本上就是 每一侧来讲 就是这有一组 总共有 一二三四 四组的双侧的圣笔的宝边 四组的双侧的圣笔的宝边 然后四组 然后会有 这里 一二三四 会有四组的这个 珍珠角珠珍珠的这个部分 所以总共这样子 一二三四 总共四组的双侧 圣笔的宝边 然后四组 珍珠 好 烹饭 对 Going to g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